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回到第二節的一級賽馬方程式 第一節跟大家講過,明天賽事將會安排在C跑上舉行 我們看過騎士分場表,基本上莫雷拉、潘頓、毛顯東、梁家駿這四位騎士 基本上就已經運籌為壓,好像壓實了十場的重心 對,某程度就是明天的Big Four,因為就算比較邊線有機會的馬 都是在梁家駿甚至毛顯東身上 我反而反過來,明天有很多側身馬,而那些側身馬不是說未跑過 跑過給你看,是有些根據的 你好像之前說過,C跑道是這麼多跑道 最多大熱門出來的跑道 某程度也是 上名,不要說贏 我們第一節也說過,上次C跑道 十隻有七隻都能進入三格 即是說,其實入三格達到七成 那麼入圍率都不低 某程度,大家選馬的範圍就不要想得太側 他真的有些可能二、三十倍的馬 殺到進來 但你也知道一場可能有很多隻二、三十倍的馬 你反而可能一隻殺進來 你保持到另外兩隻半熱門 其實那個半熱門的營利空間可能更多 大家可能要想一想投注策略 今次不是泥地 不是說,大熱門我覺得你不行,我打他 因為泥地牽涉太多東西 上次也說過了 燈光、轉場、換人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東西給你想想 當然就算那天尾場 你說上籤、踏炮子頭 那些人都是照攻擊的 但是我看回明天的賽事 熱門馬好像都比較硬 如果你說要跟他去撐 都有點難度 也是的 整體的熱門都是有賽職根據 贏的對手也非常硬 本身做出來的時間 很多隻馬都是做得很漂亮 不過明天有一個麻煩 就是初出馬十分之多 不是啊,沒有之前那麼多 明天有多少隻? 數一下 1、2、3、4、5、6、7、8、9 9隻而已 我已經頭暈了 上上兩次日賽 一次17呎 年初37隻 上個星期15隻 現在9隻已經少了很多 當然你可能會說 不是啊,Angelo 譬如你說第一場 跑過一場的馬都相當多 所以會計算得多 但是那次年初三 那17隻 看閘看到眼都停了 就是這麼正火眼 其實貴中也會遇到這些情況 香港馬的轉動比較快 有些馬可能已經沒有跑過 不見了嗎? 有些馬可能 跑了幾次 你覺得很有上升空間 幾個月之後 你已經忘記了那隻馬 其實怎樣說呢 這個是 以前看書那些說什麼 有人持觀歸理 有人漏夜趕球場 其實就是類似這樣 好,水就吹完了 明天10場賽事 我先來 第三場 二班千四米 阿西文 其實這陣子 因為有很多馬要趕跑大賽 年長一點就跑一些一級賽 三觀大賽 香港速度系列 年輕一點就趕跑打比 變相某一些 可能不要說中年 那些一班 二班 那些千四千六馬 出現冷場的機會都比較多 大家都會看到 可能有時候只有六隻馬 七隻馬 出馬很少 我最記得 上星期 德勝區那場 最初只有四隻馬 報名 三隻延遲報名 加入 這些事情都會遇到 這些情況 但是明天那場 二班千四 就很好看了 馬膽 我們剛才說了那麼久 都覺得平海復星 不是完全不能輸 但是贏面是比較高 因為這兩場 你看回他贏的姿態 是很有說服力 因為基本上 那些制衣是差到無倫的 不如看回他前一仗怎麼跑 看看去片 在哪 平海復星 十一檔 那出閘 為什麼由頭播呢 即是出閘已經有事了 一出閘慢 接著外閃 那怎麼樣 莫雷拉鬆起幾步 就貼了難的 留下位置跑 你看回他這裏 慢慢摔摔摔摔摔摔摔 先摔進去 先省著位置 因為都沒有辦法了 既然你 即是萬集已經大局已定 我們看回轉彎入直路 這裡 一路呢 黃三這隻 一路都在尾 三號馬 前面就跟著 那些馬呢 就帶不到他 轉彎移出去 那一場呢 主要對手 哎 不好意思啊 那場呢 主要對手就是 這隻 白衫 紅袖的 這隻就是 精明才子 大白避娘的 那現在這隻平海復星呢 轉彎 一路跟著 前面有隻六三的 萬馬之星啊 這裏移出去 跟 這裏跟著 這隻精明才子 那有沒有位啊 潘頓呢 你看他 又是那些 按住啊 眼眉愁一下你啊 把馬鏡捏住 哎 你沒有位上的了 那麼 莫雷拉 見移出一格 啊 那跟著 轉彎飛龍又在旁邊 前面 有隻萬馬之星頂住 那怎樣啊 再騎 移進去 那有隻藍衫 一帆風送 哇大佬 你這裏移多五格 再進回去 在競進時代 裡面那裏 在這裏看空跑 你看一下 其實潘頓已經知一隻馬 未必夠一隻平海復星跑 流到很像千車輪邊 但是莫雷拉 這隻平海復星 打了幾步就過了 即姿態相當好 可以先回來 贏完這場呢 再出都有點意外 那你又看看他上一場 即是再跑1400米 當時的祭遇是怎樣 去一去片 也是 黃三 這隻八號馬 平海復星 有幾隻馬都可以看 前面大白臂梁 一片光明 外面沿路三條 勇霸神區 前面放頭慢放 這隻鐵彈王 旁邊是曾先生 這裏 這裏 沒有東西 即是沒有上次出閘的問題 那 問題出了在哪裏呢 你看回他 轉彎入直路 當時的祭遇 可以 這裏有少少 壁壁壁壁壁 即是騎士都差點滑下來 轉彎比較寬 外面有一隻赤兔寶區 還有世宅之星 他現在在哪裏呢 一直跟著勇霸神區 一片光明 真先生 這個 死亡三角位來的 沒有位置 那怎樣 移出一格 剛好這裏呢 剛好這隻 真先生有少少偏了進去 這個位子 硬叫的 莫雷拉 叫完呢 再 推一推 勇霸神區出去 因為這隻真先生 外閃了 這裏 只推 沒有打邊 就贏了回來 贏得都 即是一壓看 但是 你看看姿態 的確是很恐怖 可以回來 那你這次再跑1400米 這場即是七隻馬 你看看 預計的步速 阿瑪寶寶會放頭的 那看一下 勇霸神區 再開心的那些 會不會放 就算不會 我相信阿瑪寶寶 不會感到太慢的 那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即是再贏一場 第一節都說過 平海福星 已經報名跑了 即是打悲大賽 看看到時候 他跑還是不跑 不過好像第一節 阿瑪寶寶那樣說 先贏了 即是甚麼都不要說 拿了獎金 甚麼都不要說 最實際是這個 沒錯 因為贏了之後 再想最實際 再選擇 五號 這隻勇霸神區 高帕山馬房 極少數 有隻馬 可以上季尾到現在 打達八場 有獎金獸 上一隻 都應該是 數到問頂高峰 那些馬 這隻馬 演出都很準 前一場 贏馬 就是沿路三碟 不如看看他怎樣贏 這隻 南法格仔三 勇霸神區 接著鐵蘭灰馬 和樂日 在隔壁是騰龍超影 外面 橙三的精彩飛動 前面放頭 那隻是甚麼 東方快車 只看這個彎 都虧了很多位 都用了很多力 其實我不明白 巴道發揮這隻馬 我有一點點不明白 他這場是走三碟 既然他過往 可能贏帝豪寶寶 都是放頭贏 那為何他要走在三碟 那邊望空跑 放頭 但是他剪不住 那兩隻就沒有辦法 外面有甚麼馬追 辣得狠 街藤區 怪獸家長 一片光明 鐵蘭找到位 追上來 他 僅僅頂得到 因為一片光明 其實直路初 都混了一輪 但這裡 比下去 其實基本上 沒甚麼得鬥 可以回來 上一場 大家都看了 就是對著 平海復星 都是沿路三條 最後捱過第三條 輸給真先生 平海復星 那些 今次巴道 走了 換李寶寧 我希望他放回頭走 其實 跟著阿馬寶寶放 他不折底 上季試過這樣跑得好 希望今次試試放回頭走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 再選擇 再選擇 作開心 11月發現心率不正 都休息過一段時間 上一場復出 安排在一場 嚴短的田草 1200米 你又看看他那場怎樣跑 早段都頗落後 現在戴著頭罩 橙橙色帽 就是作開心 六三 後面應用大師 前面紫色衫 進名真寶 轉彎 在裡面放 那怎樣 他沒有篩出去 應用大師扔出去 他選入面 那這裏 都空的 因為粉紅眼罩 慢慢奔騰 加州復星 飛龍區 衝到行 外面還有一隻白衣 喜悅繽紛 那就打 這裏 糟了 好像不夠位 加州復星 那隻髮型起 又屁 再移出一格 跟著 再篩出來 其實他的情況 跟平海福星 贏那一場 差無幾 不過他追不及 因為 始終1200米的路程 都比較短 但最後 第四名 都追得相當不錯 好 可以回來 這隻馬其實都不太明白 上季 過往都是放頭走贏馬 我不知為何他之後 一直都是留後 但留後的效果 一直都得近 我不知道他這次會不會放 但你稱實力 在這一組 亦都夠用 所以都選了他 最後一隻 一片光明 也都要選 你見他剛才看的那條片 大白避梁 那隻都衝得很好 跑完那一場 再出那場 表現好像比較一般 你又看他 埋門那一貨 尼地閘 看看他試成怎樣 現在在哪 大白避梁 包尾那隻 一片光明 轉彎比較闊 其實都是 斜著來操 因為 始終這馬跑開 都是 告訴他 快要出賽 給他一些訊號 就OK 扔大彎出去 一邊按一邊按一邊按 基本上就沒有大力比 都追上來 勢不太差 現在外面 有隻好腳頭贏的 這組集 我覺得 恰如其分 可以回來 你再看回 他上一場 入到直路 即是看空債 又不可以說得很充 我覺得隻馬的評分差不多 今次 不要大師傅 換無險通 減5磅 他都有機會等在前面走 看看他有沒有機會 可以進入位置 贏呢 我相信他現在101分 都相當之有難度 好了 看回我這場推介 去一去福圖 第三場 這場二班千四米 馬膽 也是選擇 2號 平愛福星 腳拖5號 勇霸神區 3號的再開心 和一頭壓 一片光明 可以回來 好 Simon到你了 對 看完Andrew的推介 接著我的推介 就是第五場 四班千六米 都是一堆有了 我也是在這場次出手的 我也是在這場次出手的 這場 反而沒有那些一面倒的明星馬 或者有一隻 二號陷運時代 二號陷運時代 對 但是他不是那些 一一一 一直贏上去的馬 他都 跑了很多場 現在還未贏第二輪 基本上他的熱是合理的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都不會值一點多倍 那麼熱滿 加上這次也是增情 變數是很多 這一場變數 整體上是有很多的 既然有很多 都是從賠率上著手 大家要看看臨場的賠率 馬膽方面 我選四號的美麗日子 這隻馬 千四米真的跑得好 看過我們節目的人 朋友 聽眾都知道 我經常都說 沙田A欄 如果你要放頭 捱到尾 是很難的 但是這隻馬 剛剛就跑A欄的千四米賽事 我們看看究竟他表現成怎樣 可以去片 剛才Simon說放頭 就難一點 他就是放頭 戴著粉紅眼罩 這隻就是 美麗日子 對 他排十二檔 早段咳尼 要浪費點氣 所以第二段 除了21秒43 其實對前領馬 是不多著數的 大家看看 美麗日子 這裡出了頭 當然是楊明秋秋 咦 楊明秋秋已經過硬 他好像一隻馬 快斷 咦 咦 咦 騎下去 楊明秋秋已經 吃了他 差不多半個馬位 但是 看看這裡 這隻馬沒有斷 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咦 又保持那半個馬位 回來 其實這隻馬 是很硬的 我覺得 就是 以田草A欄 早段 用多了0 都可以跑成這樣 這隻馬 在四班 贏馬 也是遲早的事 這次 再一次 增程 1,6米 大家可能會怕 前一次 1,6米 需要20個馬位 會不會 其實這隻馬 不夠氣 我們要先看看 那一場 他用1,6米 又配 瀋拿 又是 斯加三拿 又要排到 大外檔 十四檔 跟這次的條件 完全不同 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隻馬 是跟美麗之聲 全兄弟馬 很快 這隻馬 就是智聲 跑一利的實力 大家都知道 其次 就是 他這次用 無險東 我自己 除了 莫來拉 潘頓之外 我近期最看重的騎師 一個就是潘明輝 第二個就是 無險東 他們的騎工 都是有待改善 但是他們的減榜 威力真的很強 我絕對不敢看少 尤其是那些年輕馬 四歲馬 比他減減那五磅 立即 條件上 就已經不同了 你想想 如果上一場 不是羅里亞騎 是無險東騎 減了那五磅 隨時 楊明秋秋 是過不了他的 所以 那五磅 是很重要的 所以 既然今次減了五磅 再次增情 我覺得 反正你最大的對手 二號 幸運時代 都是跟他一樣增情 但是他有得減榜 那我就選了 這隻 應該是刺不滿 就做馬膽 希望 賠得上 好些 說不定買Pay 比你熱 買Vin 不如 我經常都這樣說 不如買它Pay 那 次選方面 選二號幸運時代 我們先看看影片 好啊 現在 藍帽這隻幸運時代 前面放那隻 紅旗星象 那場 刻意改變跑法 他自己先放了頭 在他旁邊 黃眼罩 架月 看看後運時代 這裏前面 有隻海明珠 都頂著他 那個位置 都拿得很漂亮 你看到潘頓 一步都沒有虧過 沒錯 潘頓都騎得很好的 這隻馬 前一次 就是贏楊明秋秋少少少的 可想知道 他跟楊明秋秋的實力 都很接近 這隻馬 即是外面 在裏面 都是均速均速 一步步 上來 就是撐中店前 輸給你紅旗星象 那也 真是沒有辦法 也要稱讚 紅旗星象 安上人 真是硬正 頂得住他 潘頓是沒有騎錯的 這隻馬 是有實力的 但是是否有百分之百的勝算壓倒呢 看這一場 這個情況就好像不像是 既然大家都增情 他機會依然是樂觀的 但就不會是那些 一兩倍的業滿都值得 那可以回來 這隻馬 都是出自富 是天笑的 我整體都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既然大家都是靠股 賠率上 當然選擇更好 那隻 三選方面 選擇12號 就是命義心中 這隻馬 這次一大好處 當然是莫尼拉 但是 大家喚起一下 大家回憶先 因為那些馬 跑得多快活谷 那些人可能覺得 這是快活谷馬 又拿回來 就是快活谷跑 但是大家要記得 它今季三輪 有兩輪都是在沙田 贏回來的 我們先看一看片 就是前一張沙田 16米 它跑成怎樣 現在藍衫這隻 銘記心中 旁邊有一隻 開懷的大笑 戴著藍眼罩 是的 當時安上人 是賴為銘 你和莫尼拉比 都是差一點 你看看這裡 塞塞塞塞 有時候 都不關安上人 事實際上 是制裕的問題 實際上 這裡150米 它才有機會 用盡全力去衝 但是前一邊那些馬 已經離開了 外邊那些馬 也都被蓋上來了 但是我們細心一點 一會兒再看看 慢鏡 究竟前一邊的是什麼馬 這一組是絕對不簡單的馬 可以定一定鏡 頭馬 飛越風 上三班 四號 有屁 進黃 再出 就在1600米 贏兩個幾馬位 即是簡單一點 兩個幾馬位 後面那些 其實也有得爭 後面 開懷大笑 外面14號 架勢 架勢 這組1600米 這樣數下去 是不對勁的 這一場是很高很高水準的1600米 所以 第八 即是塞塞夾夾 整體水準 是不差的 可以播放一段片 你看看 他和 架勢 開懷大笑 即是再出這些可以後面贏的馬 就差兩個幾馬位左右 可以回來了 那條件大家想一想 那時候是塞了 是賴為名 那麼長是莫雷拉 馬是羅庫泉 只是這些條件 他當然是半冷 但是有投注價值 所以這些馬我也不敢看輕 因為其他對手方面 也很少 一面倒 壓到 即是有均勢能力的馬 都已經 比較難穩一點了 所以我還是要選他 另外提一提 就是9號的及時行樂 這隻馬我覺得 即是他輸猛廠的那一仗 就開始有少少回落 明天都會惹飛 因為還有一個一檔 好像很吸引 但是剛才我們一檔都說了 檔位方面 其實不是很重要 那些馬在外面 蓋進來 蓋到就可以 那你冥忌心中 他一定是厚追的 你用莫雷拉來掩蓋 就好 怎樣也能信得 李二達一檔的馬 在這裡涉嫁 即是我自己 所以 9號那隻及時行樂 拿來揹飛 可以的 但是我也不太建議 大家投注 即是如果投注價值 就一定是12號的 冥忌心中好些 那麼最後一選 要選擇6號的快閃滴 始終是四班 這個路程贏過的馬 我們再看回剛才那段影片 其實他也是 在飛月鋒進王 那一組出來的 轉彎大外 當這隻快閃滴 大白避兩 是的 轉彎走外跌 就虧了位 他是在外面衝的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虧了位之下 始終你去到200米 正常就 就是處不到一口氣 他這裏也是想撲一撲的 但是你虧了位 開始就停了 8五這裏 那外邊那一組馬 因為氣力充沛 都被你過了 但是你看 他始終都是跟你 冥忌心中 差不多位置過終點 可以回到 那一場是11檔 今場是5檔 檔位上當然好了 那一場是莫雷拉 但是莫雷拉始終有 走外跌 迫舌的腳程 就算是莫雷拉 也會回天罰術 也沒有辦法 今次換了梁家駿 剛才我們也說了 明天騎士 壁科 莫雷拉 潘頓 毛顯東 梁家駿 手執了 差不多全部的馬 剛好我今場選的馬 就那四個 都是從賠率上去想 這隻馬 不會熱得去哪裡 但是這隻馬 一定要拖 因為始終 他在四班 是有贏馬能力 為什麼我剛才 不播出1800米那一場 因為他的氣量 是真的去不到1800米 我覺得他去到1600米 就已經是盡了 這隻馬 隨著年紀 開始 現在四歲到尾 一直下來 短就好過場 所以也選回他 看看我的提示推介 對 去去覆圖 對 第五場我的推介 分別是2號的幸運時代 4號的美麗日子 6號的快閃滴 和12號的命記心中 如果馬膽方面 4號的美麗日子 是我首選 好了 這節時間差不多 第三節跟大家說說 另外兩場推介 拜拜